香格里拉对话呢 昨天晚间在新加坡开幕了 现场最重要的一幕就是 中美防长破冰了吗 好主要是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两人 国防部长呢 两个人是在这个晚宴上头 首度握手问好 那由于之前中国大陆之前就曾经多次拒绝 跟美国的国防部长来会晤 也因此这一回两个人的互动备受关注 握手当下呢 你去看影片真的很有意思 是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主动先去跟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 来握手寒暄 那握手完之后大家拍照拍照拍照 那美国的国防部长他认为 其实这不算是实质上的交流 同时他还是呼吁北京 希望双方能有更多的对话交流 尽管香格里拉对话前 北京拒绝和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会谈 但美中防长还是在开幕晚宴上同框了 奥斯汀和大陆国防部长李尚服 碰面时双方礼貌性的握手微笑 简单说声很高兴见到你之后 双方就没在交谈 两人虽然同坐主桌 但位置似乎经过巧妙安排 中间隔了好几个位置 美中国防部长这一幕握手 引发在场与会者围观 对此奥斯汀表示还是需要更多对话 白光国安顾问苏利文也再度向中方海话 说美国已经准备好要沟通 就等大陆点头答应 而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不光是美中关系成交点 台海局势以及俄乌战争也备受瞩目 澳洲总理埃班尼斯以及美国国防部长 都强调台海稳定的重要性 而大陆方面则是借着李尚福 与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宏会晤时 在台湾问题上强调三个绝部 无论是美中关系 或是台海局势 都让今年香格里拉对话 最新关注 记得领导宋报道